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设有仲贤同样也是中国籍的嫌犯 他在犯案后逃往的是港澳地区 现在因为点档了一只假手表 所以刑机已经曝光了 在澳门落网 穿着灰色套装 身材高瘦纤细的女子 走下白色小轿车 在路边滑手机 她就是独自到泰国旅游 遇害的38岁 严姓中国籍女子 6月30号跟朋友通话后失联 7月12号被警方发现 已遭遇不测被分尸 严姓女子生前最后画面 在她身边身穿白衣男子 是来自安徽 34岁中国籍 被泰国警方列为涉有重贤 并怀疑她在杀人气势后 潜逃港澳 现在最新踪击曝光 上周这名嫌犯到澳门一家当铺 点到冒牌手表5万澳门币 被店家发现是假货后报案 因此被澳门警方逮捕 扩查期间接到内地警方通报 华泰国谋刺案的疑空可能重生在澳门 调查同比对身份资料之后 证实就是被扣押的男人 今天上午将疑空移交给内地警方 近来中国大陆公民频传在东南亚遇害 上个月才发生医疗器械的高阶主管 出差菲律宾惨遭撕票 而根据中国大陆官媒统计 今年1到5月 菲律宾一共18起绑架案 大多涉及中国公民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 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登场 也成为了川普在枪击案之后 首度公开露面的舞台 他的诱饵包着纱布 但除此之外 精神状况相当不错 不过有鉴于三天前 川普才遭遇到枪击 所以现场为安是高度戒备 场外的制高点都有狙击守在待命 就连车辆进出 也都要经过警犬的袖文 确保没有任何爆裂物以及武器 会影响到会场的安全 枪击后首度露面 尽管优尔包着纱布 但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看起来完全进入战斗状态 双手不断做出加油打气的握拳手势 满了笑容 可以看到川普一出现 身边就有至少四名维安人员 近身保护 走上台时旁边有一整排的维安人员 筑成了人墙 不让支持者有机会摸到川普 维安规格明显是比下乡造势时 提高许多 场外的制高点都有狙击守 水道上也有多组特勤人员待命 放眼所及每个主要出路口 几乎都是锦丽戒备 毕竟现在川普几乎全家人 都到了密尔瓦基现场 众所瞩目的正头戏 就是共和党要正式提命川普 各州代表轮流上台 宣布把党代表票全都投给川普 而川普的副手人选也终于出炉 就是现年39岁的 俄亥俄州参议员范斯 这一次还同步公布了共和党党纲 可以说是形同川普的一人正当 现在的共和党是川普的共和党 从今天通过的2024共和党党纲 可以看到川普对共和党的掌控 从外交移民到贸易等关键政策 都是以川普的竞选政见为主 也明确看出共和党正式走入川普时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不但是获得了 共和党全代会提名 周一他再取得的是一项重大的法律胜利 佛州的联邦地区法官驳回的是 川普涉嫌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案件 而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甘农 就认为对于提出起诉的司法部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是没有经过 适当的程序任命 因此驳回了案件 而这项裁决也是川普自身 四起刑事案件当中首次的大获全胜 专家认为了这起案件的胜诉 将会加强川普在总统选举当中的竞争力 但是根据了纽约时报的报道 甘农这项裁决推翻了近30年来 特别检察官是由司法部的部长任命方式 这可能会对后续造成影响 还有川普公布的是副手人选 39岁的俄海俄州联邦参议员范斯 却贫重选 范斯曾经出版了回忆录 描述他的工人阶级成长历程 并且是靠自己的一己之力成功翻身 他的故事还被网飞翻拍成电影过 而CNN就分析 范斯从政的时间只有两年 被川普选为副手 可能看重的是他的商界人脉 可以来争取细骨科技业的支持 J.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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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川普终于宣布他的副手人选 就是俄海俄州参议员范斯 川普是在自己经营的社群网站上宣布 挑选范斯当副手 而且就连小川普都说事先不知情 三十九岁的范斯因为家境贫穷 高中毕业就到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 还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退役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 并活跃于创投界 范斯在2016年还出版回忆录 《绝望者之歌》描述他的工人阶级成长经历 不只成为纽识畅销书 还被Netflix翻拍成电影 尽管范斯曾在2016年 骂川普可能成为美国希特勒 不过2022年他却在川普的支持下 当选参议员 从此成为川普坚定的盟友 范斯也是唯一一位曾和川普去西岸摇摆州的人 因为范斯的商界人脉对川普阵营极为重要 CNN记者也提到范斯获得川普青睐的另一个原因 和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川普有关 共和党确定推出川范配选总统 小范也闻到商机 他们在徽章和海报上印上两人的名字 还说过两天又会有T恤亮相 要抢这波选举商机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川普遭到枪击 现在嫌犯的行凶动机还在调查当中 只是这起事件似乎让投资人看好了川普会当选 包括了川普的社群平台 还有枪支制造商以及监狱的营运商 在这些川普概念股带头下 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周一是大涨超过200点 川普遭枪击后两天 FBI人员进入枪手的家 持续搜整中 事发的造势现场 国旗仍在飘扬 然而枪手的刺杀动机却依旧不明朗 回顾当下混乱场面 民众听到枪声逃跑 现场四家媒体的记者则是坚守岗位 美国总统拜登在枪击案前 曾向金主表示要把川普当靶心 没想到一语成衬 现在他也为这番言论道歉 川普遭枪击大难不死 还创造英雄形象 加深投资人对川普胜选的信心 坚定押注川普概念股 川普的社群媒体公司 一度飙涨百分之七十 是三月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川普支持的枪支制造商与监运营运商 也分别大涨百分之十一点三八 与百分之九点三 川普概念股也带领道琼工业指数 上涨超过两百点 川普胜选率大增 弹药商也约约欲试 正在美国南部扩展子弹贩卖机的据点 使得当地居民感到不安 至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对于美国大选局势变化 表示我们的 无论谁当选都会寻求合作 川普抢击事件为美国大选带来变数 国际间也在观望 预作准备 TBS新闻综合报道 虽然上个月乌克兰和平峰会 才刚刚落幕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准备在十一月讨论好 和平计划内容 要方便来召开第二次的 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 泽伦斯基表示了 目标是要在十一月 准备好完整的和平计划 乌克兰希望今年之内 可以举行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而会议地点锁定在南方的某个国家 并且会邀请俄罗斯代表 参加下一次峰会 但是俄罗斯一名副外长上周已经表明了 俄方不会出席之后的和平峰会 除此之外 11月份的美国大选也是一大变数 有意结束对乌军军援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枪击事件之后声势强大 泽伦斯基表示 如果川普成为总统将会共同努力 并不担心川普重返白宫 而美国大选的结果 确实是会牵动未来国际局势 因此川普遇刺案件 也受到了各国的关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第一时间声援了川普谴责暴力 至于俄罗斯 官方话是讲得非常的谨慎 说是不相信美国政府会策划暗杀川普 不过俄罗斯媒体 则是借机嘲弄了拜登跟北约领袖 东部前线的乌克兰士兵看到 前方有敌军的身影决定先发制人 开枪不仅没有下退俄军 双方爆发枪战 乌军自己重弹先退回壕沟 这场在乌东利曼附近发生的壕沟战 乌军明显寡不敌重 遭到包围的乌军最后只能呼叫 无人机支援解围 决定乌克兰命运的枪声 不只出现在前线战场 几千公里外的美国 这几枪差点改变历史发展 前总统川普枪口幸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跟各国领袖同步声援川普 先不管川普当选 会不会卖掉乌克兰 泽伦斯基很清楚美国的稳定 攸关乌克兰的存续 关心川普安危的还有俄罗斯当局 克公这句不相信 美国政府暗杀川普 真的不是说反话吗 俄国官媒当然不会放过 落井下石的机会 塔斯社报道说 川普像是中了乐透 立于不败之地 拜登最后只会黯然退选 暗杀更代表美国政权 合法性动摇 体制濒临崩坏 恐怕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愤怒的川普支持者 还可能展开报复 仿佛唯恐天下不乱 虽然俄国总统普京 从未表态挺川普 但偏好谁当美国总统 看官媒立场就知道 官媒电视台上周 才大肆嘲笑拜登 在北约峰会上失言 把泽伦斯基 错叫成普钦 俄国官媒 剑烈欣喜狂酸 拜登爷爷该吃药了 主播还笑称 北约领袖 装傻装得很彻底 谁敢戳破国王的新衣 越用力嘲笑拜登 其实就是越怕拜登当选 毕竟先前就传出 川普当总统 可能会以战缓军援为条件 迫使乌克兰割地和谈 更不利北约的团结 俄罗斯当然知道要挺谁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乌克兰恐怕还要靠自己 首先得解决 兵源不足的问题 征兵专员在大街上 盘查证件 揪出逃兵 再三保证不会强拉入伍 还是难以洗刷负面形象 缺兵缺武器 相左的乌俄和平言论 而欧盟多国呢 以降级参与在匈牙利举行的 非正式部长会议来抵制 包括了瑞典 芬兰 爱沙尼亚 拉图维亚 立陶宛 还有波兰等六个欧盟东北区的国家 已经决定了整个七月份 他们都不派部长到匈牙利去开欧盟的相关会议 而职委会呢 也决定的是所有的职委下半年都不出席上述会议 至于欧洲议会16号到19号将会举行改选后第一次的全体议员大会 通常每半年的首次大会都会安排轮值主席国元首来发表演说 但是欧洲议会这一次以议程泰满为由 延后了奥班开奖的机会 美洲杯足球冠军赛台湾时间15号 在美国的迈阿密登场了 由阿根廷对上的是哥伦比亚 超级球星梅西先发上阵 但是开赛第65分钟左右就提前伤退了 他也难过的颜面痛哭 不过球队最终还是以1比0来夺冠 另外是梅西的魅力早就已经提前引爆 有球迷为了看比赛翻墙 他越过了柵篮乱闯 结果被维安远景驱逐 美洲杯足球决赛台湾时间15号早上 在美国迈阿密登场 由阿根廷对上哥伦比亚 超级球星梅西先发上阵 梅西开赛第35分钟 带球突破底线被对手缠倒 抱着脚躺在草地上 一度需要在场边接受治疗 幸好还能上场 但半小时后 第64分钟梅西跑过中场时 没有和人发生碰撞 跌倒在地上表情痛苦 对于上场检查梅西的伤势 确定他无法比赛 只能落寞退场 冠军赛提前伤退 梅西坐在休息区 颜面激动落泪 因为这可能也是他生涯 最后一场美洲杯 幸好没有梅西队友仍旧给力 阿根廷靠着马蒂内兹 在延长赛第112分钟进球 他也兴奋地冲降梅西一起庆祝 中场1比0击败哥伦比亚 完成美洲杯二连霸 拿下阿根廷队使第16座冠军 赢球不一定要靠梅西 但不少球迷都是冲着梅西而来 有球迷被排到位的争赌梅西风采 爬上通风扣向溜进去看球赛 还有人翻过栅栏 甚至从围墙爬进去 遭到现场维安警力阻止 到哪都有擅闯的球迷进场时 安检门还被冲破 导致原定台湾时间早上8点的比赛 至少延后45分钟 不过最惨的是 有球迷明明有买票 却因为现场一团乱 场馆把门口关闭 有票也进不去 门口关闭了 因为我们有票也不能进入 为了抢看梅西战船和球迷 翻墙的翻墙 被驱逐的驱逐 海汉维安城 缘起冲突 每周杯冠军一战 场内跟场外 一样精彩 TV全体神佑罗欣 美国报道 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国家足球队 现在分别拿下了 美洲和欧洲的州际冠军 只是两国的庆祝方式不太一样 西班牙除了举行了冠军游行 还在马德里大办庆功活动 连网球天王Nadell都觉得 余有荣烟 反观的是阿根廷的球迷 长期苦于通膨压力 现在找到了发泄的地方 在街头闹事和警方爆发冲突 上位足球迷 聚集在布宜诺斯艾丽丝 要庆祝阿根廷 在美洲杯足球赛完成连霸 球迷一边跳舞 打鼓 还一边高喊他的名字 只是阿根廷球迷的狂欢 看在部分人眼中就是骚乱 阿根廷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到场 维持秩序 没多久就跟现场球迷打了起来 警方派出喷水车 企图驱离闹事球迷 还有人在冲突过程中摔倒 阿根廷警方表示 这场警民冲突 共有13名远警受伤 6人被逮捕 事实上阿根廷的经济 因为高通膨影响 超过六成人口生活贫困 足球就像是他们的最后慰藉 称霸每周 的确是让阿根廷人出了一口怨气 我认为阿根廷人 我们需要这种幸福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冲突 相对阿根廷人的激情 西班牙足球迷 一样为祖国称霸欧洲开心 只是没有嗨到失控的程度 西班牙队回到马德里 进行冠军游行 球迷兴奋欢呼歌唱 西班牙队长莫拉塔 也高举欧洲杯冠军奖杯庆功 西班牙和阿根廷一样的洲际冠军 两国球迷庆祝的方式 也充满各自的风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职棒大联盟 今年的全民新赛 将会在17号登场 日籍球星大股祥平 受访时表示 希望自己每年都能够参加明星赛 想要请我们连线国际组记者 林彩璇 可以看到大股祥平 和亚特兰大勇士的大雄 欧苏娜有说有笑 欧苏娜还学起大股的投球动作 两人看起来感情很好 今年的美国职棒大联盟明星赛 当地17号将在德州登场 大联盟官方也公布 两联盟先发名单 大股将以国联明星队第二棒 指定打击的身份先发 大股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说 虽然参加好几次明星赛 不过希望未来还是能多参加几次 今年是大股连续第四年参加明星赛 不过因为季外转战洛杉矶到期 所以是他第一次代表国联明星队出赛 大股表示自己很期待和其他明星球员见面 还说就算自己没有上场 明星赛还是会很精彩 而且不需要担心球队输赢 也不会给自己太多压力 名列全球六大博物馆之一的南韩国立中央博物馆 因应了数位转型和南韩电子通讯研究院 联手开发出了智慧型文化遗产平台 采用了AI人工智慧技术 保存42万件的馆藏文物 提升博物馆的数据品质和活用性 那么民众方面也可以更容易的接触到历史文物 高6.93公尺的数位广开土大王碑 处立在南韩国立中央博物馆 常设展览馆 过去很难一窥如生真面目的南韩国家遗产 透过数位化让所有人都能轻易看见 南韩国立中央博物馆名列全球六大博物馆之一 馆藏高达42万件 从旧石器时代的斧头 高历时代的青词 到朝鲜时代的绘画等等 记录南韩民族历史与文化 因应数位转型 南韩电子通讯研究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馆 联手开发出一个智慧型文化遗产平台 采用AI人工智慧技术 提高博物馆数据的品质和活用性 透过这个平台 进行南韩文化遗产的数位标准化作业 透过标准化制作的文化遗产基础数据 可以用来打造世界级水准的文化遗产 用于各种展示 保存和教育领域 制作好的数位档案不受时空限制 随时都能拿出来使用 研究小组解释 在数位时代 部分国家可能会遭到扭曲历史 因此必须先由南韩自己 抢先将南韩本国文化遗产数位化 未来这个智慧文化遗产平台 也将对外开放 需要数位化的不只有传统文物 亲自同乐的实体公园 也透过虚拟技术 变得科技感十足 这个媒体公园里 有沙漠 基地等十个多样主题空间 以及游戏和体验设施 让小朋友亲身体验 达到教育目的 从博物馆到公园 都跟着时代进步 老旧的娱乐设施也渐渐走入历史 位在首尔乳鱼岛的地标六三大厦 南韩第一个水族馆 1985年开业39年来 创下9000万人次造访 是许多首尔市民的儿时回忆 今年6月30号正式闭馆 原址将建造巴黎旁壁度艺术中心的首尔风馆 预计2025年秋季开幕 届时将成为新的首尔亮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AI的兴起加深了职场焦虑 根据数据统计有89.6%的员工 很担心自己现在的工作 未来会被AI取代 但是反而在蓝领工作这一块 短时间要被取代几率很低 让不少人开始转战领域 不少的Z世代年轻人 开始学习的是蓝领技术 像是木工啦 水电工啦 装修工等等 因为技术性比较高 被取代性低 也无形中 让这些蓝领的工作 有了优势存在 进行着系统会的装修工程 Andy非常熟练 他是为八年级生 33岁 虽然年轻 但从事装修工程 已有7年时间 到现在已经学有所成 我当初在做这个餐厅的时候 我也有技术 我也有工夫 可是创业成本 怎么问都是200 300 因为设备装潢啦 后来就一然绝然 想说不然我试试看 对 所以后来一然绝然 就踏入装潢这个行业 从餐营业转装修工 Andy看好的就是一技之长 创业当老板压力也比较少 尤其近年来 AI浪潮兴起 很多工作被取代 但相较于蓝领工作 专业度更强 取代性低 Andy表示 短时间AI想要取代蓝领工作 难度不小 我觉得在AI时代 我觉得这个蓝领阶段 还是比较难被取代 暂时啦 如果有未来有可能 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认为是这样子 除非说真的有办法 像电影演的这样机器人 到现场 然后去帮你做这个 分类这个整个系统环境这样子 要不然的话 我目前认为蓝领要被 机器取代的机率还是偏低一点 毕竟AI浪潮来势汹汹 蓝领工作反而更具优势 根据美国数据统计 直际培训课程不断增加 2023年的注册人数 就上升了16% 2018年开始 追踪以来的新高数字 由美国工人 上传推热水器的短影片 上传之后 竟然有47万次的点阅观看 另外一位27岁少女是水电工 常常发布工作影片 统计起来有220万的观看人数 年轻人的来临竞速工作 越来越夯 当同胞 所以很多老师会觉得 你一定不专业 可是我自己认为 专不专业这件事情 不代表年纪很轻就不专业 我也是花了7年的时间 人家常说的 睡得比狗碗 起得比机长 我觉得这个在学习的时候 就要认真去学习 那学习完之后 我不认为说 我们的观念跟技术 一定比老师乎差 在2023年 美国有一个调查公司 就调查了相关的薪资数据 发现说 蓝领阶级在2023年的薪资水平 是来到了 4万8千元的年薪美金 那另外呢 在白领这边 则是来到了 3万9千元的美金 而是年薪的部分 其实这落差是蛮大的 水电工啊 或者是工程技师啊 甚至是室内的建筑等等 这样子的工作 有越来越多的新鲜人 开始向往 担心工作会被人取代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有89.6%的劳工透露 担心自己的工作职务 被机器人或AI人工智慧取代 比例高于去年 调查了87.2% 最容易被取代的前三名工作 第一名是售票员 54.3% 第二名是客服人员 53.6% 第三是产线住院员 52.2% 技术性低就容易被取代 蓝领工作反而逆势 抢出头 我发现就是台湾 其实缺工的情形 越来越严重 但是而且有部分的 有部分工种 他们还面临技术的断层 但是我其实我最近有发现 就是有一个趋势 就是AI的浪潮 它有开始渐渐取代了 白领部分的工作 然后就变成说 其实现在年轻人 我发现他们开始愿意 觉得蓝领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他们觉得蓝领的 收入的结构也比较好 也比较稳定 年轻人投入蓝领工作 意愿也相对增加 现在也有培训单位 提供相关课程 包含家具 木座 装修 建筑等领域 不再像过往 只有师徒制教学 台湾受课吸引更多年轻人 协会统计 光是这一年来 35岁以下年轻朋友 比例就超过四成 而且年龄层逐步在下降 协会现在有开始推出 像木工课程 水电课程 像系统柜组装课程 或是你做课程 这些课程可以帮助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装修界 有一技之长的人 你可以借由这些课程 你不用再花三到五年的时间 一直跟一个老师傅学技术 你可以借由这些课程 考核过后 你就可以变成 你可以开始做接案 甚至创业 协会会辅导他做创业 甚至做发案的动作 蓝领工作不在地下 在AI浪潮的风口浪尖上 反而具有难以取代的专业性 也成了历世代年轻人 新形态的工作选择 TVH新闻中等来明 台北财报报道 最新消息是 19岁的韩职啦啦队 新女神李朱莹 她将来到台湾 她靠的是一曲三振五 在网络上头爆红 更被韩国的网友形容 美到像是AI一样 想要请我们连线给记者刘宇轩 富邦汉将将在7月27 28号在台北大志弹 举行活动 将邀请6名韩职 奇亚虎啦啦队来台 其中包括最近爆红的李朱莹 立刻在网络引起轰动 这几年韩国啦啦队队员 大举来台湾 而且都享有高人气 才19岁的李朱莹 是韩国啦啦队超级新星 她拥有170公分 脚好身材和超高颜值 甚至被韩国网友形容为 美到像AI 而李朱莹在YouTube 有好几只观看人数 破千万的影片 才出道没多久就拥有超高的观看次数 特别是她以一曲三正五 在网络上爆红 台湾球迷有机会看到 她在大巨蛋跳原汁原味的三正五 大陆辽宁一个风景区 最近招募了新职位爆红 就是要人来假扮野人 月薪呢大约是两万二台币 工作内容不能够讲话 得要模仿野人的蹲坐吼叫 来吓唬游客 而广告就说想发疯的就来吧 发出类似山顶动人的叫声 手拿木植弓箭吓唬游客 这是中国大陆辽宁 最近爆红的一个风景徐脉点 这些野人都是打工仔装扮的 没错 模仿野人蹲在地上 发出声音 工作内容就是吓唬游客 跟游客互动 还传出跟游客抢午餐 装扮成野人的工作月薪 约合台币两万多 但是工作时不能说人话 要彻底变成野人 这么广告称压力大的 或是精神状态不好的 想找地方发疯的 都可以来报名 这份工作必须是全职 不能只做几天 每天约三次场表演 早时晚三 每周五到周末必须加班 我们一起去人招马了 我们从4月份就开始招 他这个工作时间 还是从4月份到10月底 远方表示 原本计划招募10人 但经过大家认可 以及演员轮班需求 最终招募了14人 而半野人撒野 成了圆区亮点 也让这十多名求职者 找到了输压工作 TB新闻综合报道 路透社报道 法国反垄断的监管机构 15号证实了 正在对AI晶片大厂 反输输展开调查 要历清是否有涉嫌 反市场竞争的行为 法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表述 如果调查取得了成果 那么输达将会面临指控 违反法国反垄断规定的公司 可能就会面临全球年营业额 10%的罚款 而除了法国以外 美国当局也盯上了输达 美国司法部日前传出 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协议 将会推动针对了微软 OpenAI以及挥达 在AI领域的主导地位 展开反垄断调查 AI当道不少人 都会透过AI来选股 YouTube的共同创办人陈世骏 他也看到了AI趋势 所以和台湾团队创立了 AI驱动ETF 上周是已经在美国证交所挂牌了 这也是首个台湾团队 在美国证交所挂牌 不过现在各种的AI选股APP众多 专家就表示 AI的优点 是能够快速分析大量数据 给出建议 但市场担忧的是 担心恐怕会造成资金 高度的集中 波动加剧 以往投资看盘 看个老半天 现在AI当道 不少人就靠它来选股 看准投资趋势 是由业者推出主动式的AI辅助ETF基金 上周在美国证交所上市 初始规模 1500万到2000万美元 成为台湾团队首档 美国挂牌ETF YouTuber创办人陈世骏 跟投资理财公司 共同成立新公司 专门开发AI驱动的投资解决方案 追踪标的 包含标普指数 纳指费半指数等等 而AI的优点在于 可以很快分析大量的数据 给出建议 AI选股市场夯 主动式ETF也来抢夺市场大饼 而讲到AI 耳熟能详的就是CHIP GPT 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请人工智慧推荐个股 可以发现台积电 台素 联发科 鸿海 台歌大 都是他的推荐名单 而摊开获利表现来看 都是稳定成长的公司 不过AI选股市场也传出担忧 担心可能会造成市场资金 过度集中 助长 助跌 波动加剧 我们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法 也许 你一看中的是 无可的加量 凭加量去定等条件 第二个人他做事基本面 每个人台都不一样 怎么会危险呢 不过也有投资人担心 AI选股的来源众多 可能包含网路新闻 跟公开资讯等等 还是建议投资人 AI选股只是辅助 势必得自己多做功课 体育的新闻 较远远远远台北通报道 美国的阿肯色州 一个人口只有五万多人的小镇 这里的住户收入 却比美国平均收入 要高出了两成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本顿围小镇 其实它是零售巨头 沃尔玛的总部所在地 很多的供应商 也都在这个地方设有办公室 而明年总部 新园区几家完工了 将会有上万名的员工来进驻 也让这个平凡的小镇 身价是水涨船高 住过华府 纽约 迈阿密 罗宾森在两年前 搬到阿肯色州西北部的 本顿围 只有五万多人的小镇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其实是零售巨头 沃尔玛的发迹地点 也是总部的所在地 上千家的供应商 都在这个小镇设有办公室 沃尔玛还准备把 达拉斯 亚特兰大 多伦多等地的员工 集合到本顿围 打造350英亩的超大总部 一共12间办公室 预计明年陆续启用 将有1.5万员工 在这里工作 沃尔玛家族对本顿围小镇的建设 也让这里出现大量的观光客 沃尔玛家族砸下7400万美元 打造163英里的山区自行车道 吸引许多越野单车爱好者来超胜 沃尔玛创办人的独生女爱丽丝 还在这里建设了水晶桥 美国艺术博物馆 平凡的小镇也充满不同的文艺气息 受到沃尔玛家族的带动小镇 在2010年代原本不到3.6万的人口 在10年之内增加53% 2022年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也达到9.9万美元 成长了将近四成 随着沃尔玛以及供应商的活动 小镇也越来越活跃 但同时也让当地的房价水涨船高 目前整个阿肯瑟州西北部 有着将近58万的人口 但随着零售巨头的带动之下 预计2045年人口将达到100万人 因此包括基础建设 还有交通等相关问题 这个沃尔玛小镇将陆续面对更多考验 TVA新闻综合报道 彰化的王公与火节 举办了亲人考科活动 现场要求民众科科必须要回收 民众则是以为科科是一般垃圾 环保局也当作了硬质类的垃圾处理 业者则表示因为科科磨成粉之后 就可以当肥料了 所以要请大家帮忙回收 彰化王公与火节举办千人考科活动 大家吃得不亦乐乎 但吃完之后 剩下满满的科科该怎么处理 一般民众只觉得海鲜壳就是垃圾 不会丢回收 但在彰化 科科 螃蟹壳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 跟环保局公布的相关规定不一样 检查内务是否落实回收 彰化校环保局说磕壳 蛋壳 螃蟹壳 这些都是硬质类垃圾 可以直送焚化炉 但王公与火节却规定 磕壳必须回收 对此现福解释 因为王公深港一带 盛产珍珠壳 回收可以做成石灰 以及土壤改良剂 所以被视为回收物 那都是回收 石灰粉 那就是买到净化水质 有的民众没特别注意直呼长知识了 彰化特别的还有这个 炎炎夏日手摇饮料生意好 不少民众都会加珍珠 仙草等配料 一般情况珍珠跟仙草 如果没吃完是熟厨鱼 但彰化鹿港跟河美的垃圾车 却不熟 根据在地业者透露 原因是这两地的手摇饮料店 过度集中 一旦开放让业者回收 珍珠跟仙草 随车的厨余桶很快就会爆满 所以大家只能自己载到 清洁队据点回收 全台各地都算是熟厨鱼 可以直接丢 唯独彰化跟大家不一样 TVBS新闻 陈志忠 陈其军 徐又翔 彰化厂报道 好 这个所长也跟大家不一样 这是台中丰元翁子派出所 他们有一位猫咪所长 是一只六个月大的米克斯 他叫做五栋腰 而且他还有特制的警察制服 配接设两线衣 因为太萌了爆红 不少的粉丝专程带了肉泥罐罐来找他 但因为要来看猫所长的人太多了 派出所只好定出了撸猫首则 台中丰元分局翁子派出所所长五栋腰 请回喵 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动 你没有看错一只猫猫穿特制警察的猫制服 上面还有配接两线衣 新兴徽章变成猫首长 重要轻悟换上战术背心也没有问题 喊抱着他的远警人猫搭档 这位所长萌到爆炸 但他不只是卖萌 为民服务也是一流 你身份在六栋下 你走得多 你走得多 都知道你是在哪 真正的所长抱着猫所长 翻开他警圈上的AirTag 解释给讲者听 戴上这个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定位 五栋腰直接变成防走失火轿材 猫首长太可爱 直接成为翁子所新景点 幼儿园整群小朋友 挤在派出所里面参访 重点之一就是要找五栋腰玩 叫五栋腰他就会有反应 就知道那个是他的名字 其实五栋腰这个名字代表的是 翁子派出所的巡逻车代号 当时他才一个月大就到翁子所报到 年纪小还在实习阶段 就趴在学长的腿上学习处理文件 现在的他已经六个月大能够正式穿上警察制服 独当一面 有一个是住在我们附近的居民 他每天都是搭公车 他偶尔就是会搭公车提早一站在我们这边下车 然后特地带一条那个肉泥 那另外之前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 是特别从台南开车北上就专程要来看他 五栋腰太萌爆红 粉丝还会带着肉泥还有罐罐来进贡 知名度已经影响他对工作的专注度 所内逼不得已只好在联书发布 撸猫守则 第一只要所内在侦办行案或处理事故不开放 第二活动范围以交易空间为限 也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第三要拍照可以但不能拍到文件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只要五栋腰不赏脸 请勿报警处理勿干着本喵 TV专家军业卢欣台中报道 看到是艺人林柏宏 近期新电影《爱的噩梦》 上映首周就获得了好评 还受邀参加纽约的亚洲影证 一起手牵手上台 笑容都超灿烂 创作歌手988和演员林柏宏 一起公开代言 首次合作拍广告效果十足 其实我很少在拍广告现场 就是玩一些搞笑的 急性的节奏什么的搞笑 有大笑场吗 也有 有什么时候笑场 蛮多有趣的时候 对 可能要笑的也不止拍广告吧 两个人近期影视作品 都是猛烈袭来 林柏宏芯片《爱的噩梦》 上映后获得好口碑 更是要前进纽约亚洲影展 就先问了巴巴一下 就是他之前待在纽约很长的时间 然后就说有什么好玩的 好听音乐的地方 然后可以逛一逛 做好攻略就可以出发进军国际 因为《爱的噩梦》还获选 韩国富川影展的评审团大奖 林柏宏也再更上一层楼 对我来说很新鲜的经验 对因为之前没有机会 然后我觉得同样的电影 我觉得在不同的文化当中 如果也都能够感受到里面的笑点 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都很好玩 而九円八八除了音乐 也准备再度进军大萤幕 星座《爱情城市》 成为个性大方的女孩 抬笑说自己其实有点社交恐惧 比较怕声 某部分有点怕声 在私底下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把我不同的性格 拉出来的一个尝试 闷骚 多多开发不一样的面相 毕竟前阵子才刚金曲歌后 入围走一遭 现在影视隔三期更忙 也更有收获 TBS新闻女人 台北昌报道 消暑公布了最新边境茶饮结果 结果其中有三批 美国樱桃被验出农药的成分 交给记者黄凯静 消暑公布边境检验不合格的资讯 这一次共有18项的产品不合格 包含了美国输入的红樱桃 冷冻牛蛇 印度的马芹粉 意大利的方提纳甘洛 中国大陆输入的山楂 减出了农药 或者是含有污染物质 以及毒素不符合规定 而其中美国樱桃 今年5月有3批验出了灭蜂座 7月9号又有2批验出灭蜂座 本周又有2批的美国樱桃出事 共计4110公斤的商品 依照规定退运或销毁 而针对美国樱桃管控措施 史耀署副署长林金富表示 一直到9月30号 在边境会采取加强抽批的措施 强度是20%到50% 而这些不合格的输入厂商 将会依照风险等级来进行调控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淑樊 我们改天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